马来西亚慈祭雪龙分会文良港志工 为了唤醒更多当地居民 重视环保的意义和重要心 特别在嘉谍城商场 举办两天的环保展 借此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 其实马来西亚的民众 这个环保意识 这几年已经是有所提高了 不过但是我们是觉得慈祭人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 可以继续去成长的空间 其实在教育 心灵环保那个区块 所谓心灵环保就是 如何过一个比较生活 简单的就是不奢侈 不浪费的生活 志工费尽心思 设计了一棵大约16尺高的 环保剧原树 选以回缩的宝特瓶 制作树皮和树叶 让民众亲身体验 慈祭的环保概念 当时提起这个环保展的时候 就想到在这个地方 有很大的一个地方 想到可以做一棵树这样 其实这棵树 也是来自这个 如舟金丝堂的 文良港嘉洁成功 除了免费提供场地 举办环保展 继续保留许愿数 还供慈际建立环保展 让商家响应环保 两天的环保展 教会民众 环保应该从身边做起 爱护地球 不仅是为了下一代 有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也是每一位公民 应尽的责任 大约新闻市场 杨永宁存仁德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